第二 冥想对于大脑有益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 我查阅了很多论文 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 哈佛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家萨拉·拉扎尔 在TED演讲上分享他多年对于冥想和静坐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 研究发现坚持静坐的人群 大脑灰质的数量有大量的增多 我们在年老时感觉到大脑不灵光或者记忆衰退 都是由于大脑皮质结构面积自然减少造成的 但研究中发现那些50岁的打作者 居然拥有像20几岁年轻人的皮质面积 这表明冥想练习能延缓大脑皮质结构的自然缩小 使大脑年轻化 冥想静坐还可以显著疏解压力 也可以有效缓解很多疾病的症状 包括抑郁 焦虑 疼痛和失眠 改善人们的注意力 冥想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大脑 进而改变人的整个思想性格与心态 从而摆脱焦虑变得平静 减少忧愁 还有一个科学家 因端利和端利梅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生意学和医学奖的布莱克文博士 经过研究发现 经过90天的冥想训练结束后 参与者的端利梅水平比等待进修的人群高30% 氧化应急水平也大幅下降 细胞状态相当于回到20多年前 这说明了冥想能让人减缓衰老 维持身体年轻状态 还有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该研究发现冥想练习在不激活炎症信号的情况下增强了免疫功能 这一结论表明冥想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无药物行为干预手段 用于治疗与免疫系统减弱相关的各种疾病 还有威斯康辛大学的理查德 戴威森教授对藏传佛教徒冥想者的研究 结果表明 有长期冥想经验的僧侣相比于非冥想的人 在冥想期间能够诱发出更高的 注意力 工作记忆 学习和有意识相关的感应 在国内上海交大医学院的崔东宏教授 长期坚持冥想练习 并从事冥想相关研究 2016年 崔东宏教授和佟善宝教授深入藏区 对多名拥有几十年打坐精英的僧侣做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冥想修习将引起大脑结构和脑网络的变化 冥想者能够更好的利用大脑资源 而且冥想修习时间越长 大脑的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好 该结论也在其他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全球研究冥想的科研论文 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已经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 充分证明了影响对人体身心健康的益处 打摆 打切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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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